好,打开圣经,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四节 这里面讲,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 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谓言语争辩 这是没有一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这是传道者要做的一件事情 要常常提醒信徒,要叮嘱信徒,不可以为言词争辩 并且指出这样做的不良后果 不单单是对真正的双方有害 使一切听见的人也受害 从教会的历史以及现状来看 这个现象是仍然值得我们注意的 从公同道,你是不是有没有发现 往往言词之争呢,仅仅是现象 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厉害的冲突 心灵的空虚 以及为主做工日程的消退这些本质呢 我想,我们应该要防范,使战,笔战,如鹰带战吧 今天你知道,已经比较少的,当然还是继续有 神枪使剑 但更多的用笔在交战 或者是录音带传来传去 弟兄姐妹,同工同道 要信徒不这样做呢 传道人自己先应当要防范 这是保罗提醒提摩泰 也提醒我们今天,做传道的人应该注意的 第二点呢,就是传道人不仅仅要做救火员 稀释宁人 传道人也不仅仅要做手术医生 各处教会当中争辩的恶习 传道人积极的方面 要做这个和平的剃造者 要以真道为众人 做一个预防的结重 要做属灵的一个营养师 要提供健全的灵良美食 使得信徒的生命能够健壮 保罗在这里嘱咐说 你当竭力 在上帝面前 邓蒙喜悦 做无愧的功能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多少引人到不尽前的地步的争辩 就是由于人 包括了传道者在讲述那些 世俗的虚团 在保罗的当日 有些知识派主义者的 他们所散布的读军 人为的知识思想的病毒 都潜入了教会的肌腹 非但是清谈空谈 代替了实际的敬天 与具体的行动 而且所谈的东西呢 又还有传染性 有危险性 有争辩性的言辞 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 是否也只是天路 历存这本书当中的 蠢土 嘴唇的门土 或者像昔日 雅典人那样 圣经记载说 都不顾别的事 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或者是不中世纪的 繁琐之学的后尘 讨论在一个针尖上面 有几个天使可以跳舞 之类的问题呢 即使我们开会讨论 教会事务或者工作 也不要免一泡就几个钟点 往往意而不绝 绝而不醒 今天世界最需要的 不是为了神学名词 在争论不修的人 而是有实际行动的人 教会当中 要有正确的行动 要消除世俗的虚谈 传道人 必须要竭尽全力 殷勤地追求在神面前 得蒙喜悦 以及做无愧的功能 我想下面 请大家听一首歌 我的陀佛 我们听听主的陀佛 我已领走 祝你同福 你也讨论不修 你各自告知 告知神的师父 向父天家 我要转秧 不说你为大胜心心 本来 本来你可以从天上 才见天时来 创责心心 但因为你 不限的爱 是人又算不应的光荣 愿我从心族所佛服 将是最传的心心 将是最传的心心 我从心族所佛服 传道者不是去讨人的喜欢 或是在人群当中 博得一个善于辞令 或者说 有辩才雅浩的清坛者 而是做脚大实地 劳苦做工的人 怎么样才能成为这样的人 或证明他是这样的传道者呢 就是要在众人中间 按照正义分解上帝的道 他不为力 诱解上帝的道 不凭着自己的私意 误讲上帝的话 不以这样人的智慧 去解释天上的真理 不强解 不明白的圣经 不擅自浅阅 认出上帝未经启示的事情 而是正确的 按圣经的本意 以及合乎正当的解经的原则 去分解上帝的道 使上帝的道 一经解开 就发出亮光 使与人通达 使人有得救的智慧 使人的能力的安慰受警戒 另外一方面 也就这样 才能够蒙上帝的悦拿 以及无愧于主面前 解经不是一件随随便便 轻而易举的事情 解经最好的方法 不是先找解经的书 或者是圣经注释 最重要的是在熟悉 圣经的基础上 实心的接受圣灵的光照和指引 已经解经 用上帝自己的话 来解释圣经 并且注意经文的上下文 和它的文体 以及写出圣经的时候 当时的时代背景 包括历史 文化 宗教 等等情况 并且明白了写作的动机 以及在受众的情况之下 细心的思考这个经文 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在当时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 有什么教训 再来看 这些经文 对今天和我们 有什么意义和信息 千万不要断章取义 要让整本圣经来说话 不要隔离了历史 要看到上帝 渐进的一个启示 不要以词害意 要领会经文 灵性的教训 不应当寓意化的经文 不要做象征的 比喻去解释 明显是比喻象征性的词句 不要做识意解 这里呢 我仅仅是提出几点 让大家去思考 请你为了每一点 找出一个正确的解经 和错误的解经的例子 这是不值得门功课啊 大家根据我刚刚所提的这些原则 在圣经里面去 或者在你的 现实的经验当中 你去想一想 有哪些是 按照这些原则 在正确的解经的例子 有哪些是 违背了这些 原则 在错误的解经的势力 这样对你会有很有帮助 这蒙喜悦呢 这个字在希腊的原文 是能够经过试验 仍然能够站立的意思 传道人的事奉 以及所讲解的道呢 是要经得起圣经的考验 时间的考验 言行一致的考验 有的时候甚至苦难逼迫的考验 而经过这些考验 就好像经营 显明是纯净的 找屋子的石头 是没有裂缝的 同样 传道者的工作和话语 是要能够无愧的 站立得住的 保罗举了一个反面的例子 就是许米来和斐利图 保罗说 他们偏离了真道 所复活的事已过 他们的话 如同堵窗 越烂越大 坏坏好些人的信心 许米来 在提文台前书 第一章二十节当中也提到了 说他丢弃良心 在真道上 如同传坏了一般 当时保罗说 已经把他和亚利三大 交给撒旦 使他们受制法 就不再毁谤了 从这些经文看来呢 他们从世俗的虚谈开始 做恶性的发展 如这个 癸良心的 这个 坏足 病一样 也像癌症一样 他们偏离了真道 丧失了良心 毁谤 亵渎 宗旨于呢 害己害人 当时 徐米来 匪利图 主要是偏离了 复活的道理 倒不是说 没有复活这回事情 而是说 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 或者是 他们是原则上肯定 具体上 否定复活 这里并不是指着 耶稣的复活 因为耶稣复活 当然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他们指的是基督徒的复活 在早期教会当中 流传着几种 错误的 复活的概念 第一呢 就说在受禁的时候 基督徒复活了 第二呢 所谓复活呢 是指着人的生命的延续在 子孙的身上 第三呢 所谓人死后 灵魂不死就是复活了 今天也有不少人 寓意性的 说道德上的复活 就好像托尔斯泰 复活这本书里面的主人 哦 尼克·利多夫公爵那样 所有这些思想 在当时是 迎合了犹太 萨都该人的 他们这种 不信肉身会复活 也迎合了法利赛人的思想 他们虽然这个 理论上 相信肉身复活 但他们因为世俗 物质主义的影响 他们对将来的复活呢 远远不如今生的利益 权势 感到更有兴趣 当然 这种错道呢 也迎合了希腊秩序的 灵魂不朽 而不是 按圣经所讲 有肉身复活这件事情 斯多亚派认为呢 上帝是一堆火 人的生命呢 是一个火星 人一死 火星归回上帝 再被上帝所吸收 当然 这种思想 又迎合了知识派主义 认为肉体是邪恶的 所以不认为有肉体复活的必要 而道德复活 永生不死 就是指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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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问题是动摇以及破坏了基督教道理的重要注视之一 就是复活 肉身的复活 保罗在哥林多书15章当中特别的详家讨论 他说如果没有复活的事情 上帝就是虚假的 因为上帝说有肉身复活 如果没有复活的事情 基督复活也是杜撰的 如果没有复活 我们所信的是枉然 保罗以及历代圣徒所传的也是枉然 包括我今天所传的也是枉然 但基督教圣经所说的肉体的复活呢 又不是按照我们现今的这个形体 或者是形状的复活 我们都要改变 比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 比死的要变成不死的 在哥林多前书15章44节都会提到这些 我们的肉体要变成兼具灵体的荣耀的身体 像死里复活 出手之国 耶稣相识 弟兄姐妹同工同道 这根柱石一抽取 整个基督家的大厦就有倒塌的危险 但主的应许 主的见证 就好像上帝本身一样涌存 那些偏离复活之道的人 是错了 是不明白圣经 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 他们一定要坚持 要强辩 最后就要 彻底复舟 撞身 坠海 反过来说 一起相信主复活 信头将来 在耶稣再来的时候 复活 以及变化升天的人 这个真理就好像光芒那样 要引导我们人生的小周 乘风破浪 穿越死亡的阴云迷雾 将来直达天平 保罗时代的当代真理 主要是复活的道理 今天 现代真理 是天上的禅审判 以及禅审判结束的时候的 基督福灵 现在也有些人 要动摇 并且破坏这些 基本的要道 行行事事 有的说 耶稣已经来了 有的呢 这个头里不说 心里说 主必来的词 自己与世浮沉 动摇打击别人的信心 有的说 何用这个主在 赏善法恶呢 人死的时候 好的就升天 坏的就下地狱 不早就决定了吗 人家有什么天上的禅审判啊 天上的圣所啦 有的说 耶稣再来的时候呢 圣徒 是暗暗被提的 没有人觉察的 有的知道今天 仍然在 预定着 算着 主在 某年 某月 某日 甚至某时再来 这个 有的说呢 基督府临时指着 天国在地上 人间社会呢 会越变越好 渐渐就 成为天国 所有这一切 都经不起圣经 全面 真理的考验 也经不起 时间的考验 和言行 合一的考验 自己成人 不愿不想 不幸复活 已经是大事 已经是个大的损失 还要托人下水 败坏人的信心 更加是严重 以及伪害举大 人不管怎么样说 总不能成立 因为耶稣讲 天地和废去 上帝的话 一点一划 也不能废去 花槽会凋谢 上帝的话永存 世界上 一切有其乐 上帝的宝座 安定在天 历代以来 在各样圣经的要导上 都曾经兴起过风波 但正如保罗所说的 尽管有人不信 或者反对 然而上帝 坚固的根基 立住了 而且上面 有着印记说 主认识 谁是他的人 上帝知道 谁是信真理 传真理的人 正如他 明察 谁是不信 谁是传诱到着 但到底怎么样 才能够 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呢 信真理 传真理 当然要紧 但是还有其他一些要素 这个讲到复活的问题 我就想到 我的大哥最近 他第四个博士学位的论文 就是说 将将来的复活 根据圣经 根据论理 道德 根据近代的科学 来谈认真 他在跟我讲的时候 他说 他在这个论文答辩的时候 曾经跟一两位 有不同的观点 包括 他的老师 甚至于 他反问他的老师 你到底 是不是还是一个基督徒 因为确实今天有些人 不相信 所谓 将来有形有体的 一个复活 所以 我想 讲到这里 我们就更加要 对我们今天的时代的信息 要有更深的 认识 和追求 我想 在讲下面一点之前 请大家听首歌 愿能灵活 复兴我 愿能不信我的灵活 从心带来 不信我的灵活 提出的信息 何处是我 我愿会改 从心改得多 在秘密的春国里 在幸福的生活中 我们认识 我们认识 我愿能不信我的灵活 愿能不信我的灵活 在温妇的时代的事业里 在敌人的笑声中 我们有心 我们沉迷 这把诸文天忘记 看能不信我的灵活 从心带来 一直复兴我 提出的爱心 和出失落 我愿会改 从心改得多 在坚固的岁月里 在白板的试炼中 我们高高 我们静心 不把诸文天忘记 愿能复兴我的灵活 从心再来 因此复兴我 尽做的心 往爱和出失落 我愿会改 现在求得多 同工同道 讲到这儿 我想 有一本小册子 圣灵向众教会 所说的话 是我以前 写的一本 灵修的小册子 主要是对 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 谈说了一些 个人的灵兽 如果你需要 这本小册子 你可以来信告诉我 我希望 借着这本小册子 主要就是借着 圣经启示录的话语 对今天的教会 对我们 有所提醒 有所安慰 有所激励 如果你需要这本小册子 你可以来信告诉我 我的通信地址是 香港邮政总局信箱 7600号 或者是3009号 我重复一次 香港邮政总局信箱 7600号 或者是3009号 如果你有传真机 也是方便用的话 你可以用我们的传真服务 我们的号码是 852 这是区号 852 2457 6019 852 2457 6019 你写旺朝收 旺就是希望的旺 朝水的朝 不要忘记 一定要写清楚你的姓名 回邮地址 和邮编的号码 尤其在传真上 不要写得很潦草 以便于我们能够 更好地尽快地 把你所需要的这本小册子 圣灵 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也就是启示录 第一章到第三章的 主题的 这个教训和体会 我会免费地寄上给您 好了 下面呢 我们继续谈 一个传道人 非在信真理 要传真理 更加呢 要因着真理成圣 而且实行真理 第二章19节说 凡称呼主名的人 总要离开不易 消息上讲呢 要离开罪 保罗说 人若自洁 脱离卑贱的事 对于青年传道人呢 更加逃避青年人的 私欲情欲 而在积极方面下呢 是要追求 圣洁 公义 信德 忍耐 和平 和清新祷告的人 一起追求 传道人 如果能够离罪成圣 就必定成为贵重的器皿 呵护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取命来 斐力图之类 他们是越久越向下 保罗要求提摩泰 在信道 行道 守道 传道上呢 要极其的上升 保罗取一个比喻 在大户人家 有钱人家里 不单单有精灵器皿 也有木器瓦器 木器瓦器呢 固然也有所用 但价值呢 毕竟 不大 上帝并不预定 或者是 限制某一个人 一定要成为 第一件的 粗糙的器皿 正如 上帝并不是 清定 或者是 内定某一个人 一定要做贵重的器皿 上帝呼召 上帝应许 但人要响应 人要追求 上帝预定了 金银 木石瓦器的标准 人要以 靠着主 离对成圣的一种 心恋和行动 来为自己命名 而上帝要 加盖这个印记 在他们上面 知道谁是属于他的 谁是货真价实的 基督徒和传道人 谁是赐品 饮品 就是假的 上帝不限制人 人也不要 限制自己 上帝不受人的 蒙骗 人是看外貌 上帝是看内心的 人也不要自欺 就连 就连瓦器呢 也要有基督的宝贝 放在里面 这样就可以 显出 莫大的能力 是处于上帝 不是处于自己 而准处于 而凡是能够脱离 却是能够脱离 卑贱的事物 地位 地位 学位 学位 权势 名门 望主 或者是 人的外貌 在神殿前 能够使人尊贵的 以及传道者 所要追求的 是公义 信使 仁爱 和平 与清洁 所以 信道重要 传道也重要 行道 少不了 第四呢 做一个无愧的工人 非得弃绝那些 欲拙 没有学问 以及引起 真经的辩论 也要劝导 会众信徒 这样做 还要有 更高一层的要求 就像在第二章 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所讲的 主的仆人 不可真敬 只要温温和和的 待众人 善于教导 存心 忍耐 用温柔 欠借那抵挡的人 或者上帝 给他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叫他们 这已经被魔鬼 任意掳去了 可以醒悟 脱离他的网络 处理真经的事情 不能不关联到 待人的问题 往往单单处理事物 比较容易 处理人际关系 就复杂了 也可以说 常常比较简单的问题 是因为 人的因素 交叉在里面 才变为 有困扰 保罗 保罗回顾 他半生的工作 他深有体会 他要求 接班的青年传道者 提摩太 既不要与人争吵 又要温和 柔顺 既要善于教导 在这个 人接受的过程当中 还要有忍耐 这是对 指着一般情况下 对大众而言 而最具体 最接受的呢 可能是对那些 已经被撒旦 任意辱去 去做 他要他们 所做的事情的 那些人 怎么样使他们醒悟 重新回复正常 脱离鬼魔的控制 与管辖呢 这又是 要神人合作 才能够完成 不管怎么样 上帝是这样的 招呼 我们去做这样的工作 下面请大家听首歌 神的招呼 神在不找你 在这个时刻 神的招呼 神的招呼 是你的人生 有他贴意 只要去说他 作为你就是主 神的招呼 他将使给你救爱 给你真正的爱 你无法了解 他那永远的国度 在这东南世界里 不从简单的心意 确信让主引导你 快打开你的心门 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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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上帝要接受祂的仆人 去招呼那些犯罪堕落的人 上帝也呼召祂的仆人 要温柔劝解那抵挡的 原文就是含有在谦卑当中 改正那些有错误的人 往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在纠正别人的毛病的时候 自己也犯了骄傲的毛病 不是温柔的劝解 而是粗鲁的训彻 不是诚恳的忠告 而是高压的警告 不是一同站在罪人的地位 而是坐在审判戏上 这样非但没有效果 反而自己犯错误 又把已经有错的人推得更远 而对已经有罪错 离弃真道的 不是做主的仆人 听从主的教导 而是做撒旦的工具 执行他命令的人 自己也逼得要攻破撒旦的牢笼 把各种担阻人认识上帝的 那些至高知识 一概都攻破了 要把自己的心意要驳回 使之能够顺服基督 能够虚心的 接受劝解 这个工作 也是没有人 能够代替自己去做的 人是不能 但上帝能 只要人愿意接受上帝的拯救和恩典 接受上帝全被真理的光照 圣经应许说 就是被撒旦抢夺的 也可以得回来 被撒旦掳掠掠的 也可以重新归回 保罗在大马社 见到主的经历之前 也是为犹太教大法热心 并且多方的攻击耶稣和正道 可以说是新兴教会 敌对阵营当中的一员大将 正如他在提不太前书 第一章十三节所承认的 我从前是亵渎上帝的 逼迫人的 辱骂人的 在亚基婆王的面前 他也这样承认自己 一度像疯了一样 做撒旦逼迫上帝子民的工具 你可以打开圣经看一看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 从第八节开始 但所有这些 他都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 一旦主向他显现 一旦主呼召他 一旦他自己知道错了 就放下一切 不顾各方舆论的反应 从敌对的阵营杀出来 归身在基督的旗下 成为新兴的新月教会的大将 从罪魁变为公义阵营的元勋 你可以读一读《使徒行传》第九章的记录 是很有启发的 主耶稣就是以温柔 劝解抵挡他的扫罗 使他成为使徒保罗的 除灭了撒旦阵营当中的一员大将 只是减少了敌对势力的一份力量 但是把他从撒旦的阵营当中 转到基督的阵下 就是一加一 得到了双分的一处 主耶稣也从被七个鬼 俯身的莫达拉的玛利亚的身上 显出了他的荣耀 使他成为最爱主的妇女 和他的跟从者 上帝愿意把悔改的心 和对真道的充分的全面领悟呢 赐给一切寻求真理 愿意回头的人 这是上帝的恩赐和工作 但是又是需要人的合作 配合 包括传道人的温柔 忍耐 善于教导 以及心存谦卑的去做 改正的工作 我讲到这里 我就感觉到自己的需要 自己的软弱 自己的缺乏 但我想到教会 今天有大量这样的工作需要做 我们不是需要有更多的争辩 更加不需要彼此的攻击 而是怎样 以着圣经这里的教导 能够 能够温柔 温柔谦卑的去 把那些被撒旦 奴隶的人 能够把他们救回来 下面呢 我想请大家听一首歌 有人在寻找 而传道人也要去寻找弥养 寻找那些失落的人 寻找那些被盗的人 时间充满着罪恶的灭火 人们寻找那迷惘的人生 寻找那些被盗的人 留下来 寻找那些命的灭火 人不罪,对祢我所思 他已复活,今天我舍 因来这人的爱 这人完成神的计划 当耶稣来,真爱降临 因祂降临,我们都能得到那生满的爱 是爱满足我们一切需要 耶稣基督圈,是真爱全员 为大的爱,人人知道 爱这人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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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同工同道 但还要做一个无愧的功能 怎么能够被称为无愧的功能呢 第一 保罗提醒提摩泰 也是提醒今天的我们 第一 第二 要正面的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第三 生活品格上 要不断的离罪成圣 努力的向上 最后 最后 要善于对待 并尽可能的 成为上帝手中的工具 去挽回 迷失真道 以及犯错误的 所以 靠着主的恩典和力量 做到 这几个方面 我们的工作呢 就能够站立得住 在主的佗附上呢 我们就不止于 蒙修惨规 弟兄姐妹 同工同道 今天的时代 比提摩泰的时候呢 更加需要有 更多 无愧功能的时候 主正在 护照你 护照我 我们虽然是不配的 但求主怜悯 我想最后 我们用点时间 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当我们读到 圣经上这些 宝贵的教训 我们一方面是 非常的高兴 主你这样的爱我们 你是信实的上帝 尽管 我们会实信 人会实信 但你是永远 信实的上帝 你必须保守 要成全我们的 灵魂与生子 使我们能够 在主来日子 被保守住 但同时我们 又感觉到自己 有很大的软弱和需要 看到我们自己 各方面的不够 看到时代的需要 看到教会的 种种紧迫的需要 我们怎么办 主啊 就求你 进入到我们的心 做我们的主 做我们的王 代言我们 教导我们 首先用你的真道 改变我们 也集中我们这些卑微的人 去帮助世界上 有需要的人 帮助教会当中 软弱的弟兄姐妹 让你一起 能够蒙受主的天恩 主我们需要你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赐下你的圣灵来 教怪我们 充满我们 也解敬我们 也饶恕我们 对你 对人 不完全的地方 有亏欠的地方 我们短短的祈求 奉主耶稣生命 阿们 弟兄姐妹 今天呢 我们这次 这个题目呢 做上帝无愧的功能 就暂时讲到这儿 我希望 你能够来信给我 谈谈你自己在 为主工作当中的 所有的体会 见证 包括令人兴奋的 或者令你聚伤的 谈谈你教会当中的光景 好的光景 或者是 所发现的问题 我们彼此带导 互相勉敌 如果你在 研究圣经上 有什么新的体会 我很愿意 能够得到你的帮助 如果你还有什么 不明白的 你也可以写信告诉我 我们一起继续来 探讨 来研究 来分享 我想 不认识你 没有圣经 而要圣经的 或者是要 我上面所讲的 圣灵家众教会 所说的话 这本小册子 也就是 启示录第一章 第三章的 灵修的体会 你都可以写信来告诉我 最后 因为我知道 你们当初有很多是 传道的同工 或者是 为主 服务的义工 那么我要告诉你 我们信徒培训的教材 感谢主 从第一门课到第九门课 已经映出来 一共有十一尺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而你愿意装备你自己 成为主贵重的器皿 能够帮助其他更多的人 也荣耀主名的话 你可以来信告诉我